模糊 瑞麗化 指尖工具 在左邊工具箱找到水滴符號就是模糊 模糊的話我們記得要先新增空白塗層 但你在直接塗抹的過程當中你會發現沒有效果 那是因為我們的屬性面板要把取向全部塗層給勾選起來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畫面放大之後就可以直接去推 那它的像素就會直接模糊掉 那第二個叫瑞麗化工具 如果覺得眼睛不夠有損失記得取向全部塗層先打勾 我們可以在眼睛的上圓先刷個幾次之後翻圓看 這個眼睛會變得特別顯眼一些些 瑞麗化工具 那第三個指尖工具 取向全部塗層記得先打勾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是水滴的超級加強版 像剛剛我在推覺得很無力沒有動作的話 你可以用指尖工具效果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強烈 那這裡有一個功能叫手指塗畫 手指塗畫的話是搭配上色使用 所以我們可以用低管先把膚色吸回來之後 再利用指尖 因為加上手指塗畫 它就可以直接把顏色再加上去了 那因為我們直接畫在皮膚色上可能沒有很明顯的效果 所以我們畫在上方頭髮上 你會發現皮膚色會上到頭髮上了 除了